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机制不断的演变 不断的壮大 我们为加强这一平台的组织结构 并且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过去的五年 中东欧国家 吸引了许多的中国投资 而且也从与中国的贸易当中获益 所以16加1的这个合作平台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一种平台 拉脱维亚愿意继续的支持并且推动这一合作平台 我们相信这次的峰会不仅能够加强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更好的彼此协调 而且也能够实现更多实质的合作项目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且也是欧盟最大的伙伴 贸易伙伴 所以很正常的中东欧国家也会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合作 许多的中东欧国家也是欧盟的成员 也是欧盟的这个候选国 对拉脱维亚以及其他的成员来说 我们一定要确保16加1的进程是透明的 是全面的 我们一定要确保他们不会与欧盟的机制和规则相抵触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我们16加1的合作能够与中欧之间的战略关系形成互补 我们16加1的许多伙众经常也是邀请了欧盟的代表来参加 现在我们一定要确保16加1之间的贸易 以及中国欧盟之间的贸易能够基于同样的原则和平等的这种对待 中国欧盟的互联互通平台 我们与16国与中国的这种互联互通的努力不应当相互出现重复 而是应当相互补充 相辅相成 我们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更加包容性的互联互通的倡议 促进我们之间的贸易流通货运搬列 促进沟通创新 并且在教育金融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合作 我也想提及一下去年举行的苏州峰会 我们通过了一个中期规划 而且还明确了六个重点的合作领域 这也是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提及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加强欧盟的一些项目之与中国的倡议之间形成合力 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三海港区的合作倡议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将16加1的合作融入到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当中 李家刚要的主题 之前也获得了通过 这一位未来指明方向 而昨天我们也举行了智库的会议 邀请了许多16国的这个智库专家代表来参加 我们还需要加强中多欧国家的这种交通网络 让它能够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当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 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中东欧国家的交通网络 在拉脱络亚 我们也希望中国开通更多的直行 便利我们的人员往来 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所以思路计划 也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体现 就是我们今天来自义乌的货运班列来到了李家 我们一定要确保 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确保这些货运班列能够实现常态化 我们也希望能够实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 开通更多的直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要确保 中国不仅能够直接的 有航线或者是班列到达李家 也是到达其他的中东欧的首都 我们还需要加强港口基础设施 这也是基于三海港区合作的倡议 我们也应当建立一些特别的经济区 和产业园区 推动东欧国家的工业化 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 加强我们的金融合作 到目前为止 我们金融合作还是比较弱的 今天来看 16加1投资基金将会成立起来 拉特维亚 捷克和波兰 已经 对这一次 对这个基金做出了承诺 我们也邀请其他的国家 为这一基金 做出贡献 这基金将会为所有的 16加1项目提供支持 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银行业的联合体 从而发展不同的这种金融合作的模式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贸易 最近我们的统计显示 我们有很好的潜力来继续的发掘 当然我们的这个贸易量 可能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来说 相比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向中国的出口 我们也应当探讨以一些新的方式 加强于中国的贸易 比如说通过电子商务 还有其他的新的模式来加强贸易 所以 我们也在寻求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 比如说像商会 像国家投资发展机构的一些支持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也将会举行一个 关于促进贸易投资的一个专门的会议 我们也要确保 人文交流能够继续地得到加强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加强这方面的交流 我们希望能够在教育科技旅游业方面 加强合作 我们觉得 消除我们之间的这种隔阂 以及信息的这种缺口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人文的交流 我们要加强教育科技和旅游方面的合作 通过这样的合作 我们也能够加强我们未来的双边的关系 我们应当加强我们学生的交流 进行这个相互文学作品的互议等等 我也想要借此机会感谢中国的孔子学院 与我们的拉脱维亚大学 组织了一个16加1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会议 我也想要强调 我们在科技合作以及创新方面的合作 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因为以实现各个领域的更高的质量和效率的话 我们是需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的 女士们 先生们 创新是我们未来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的决心 继续推动我们的合作 我现在有请中方的领导 李克强总理发言 曾经的库庆斯基斯总理 各位同事 首先感谢拉脱维亚政府和库庆斯基斯总理 为本次会议做出的周到安排和精心准备 也对欧盟 奥地利 瑞士 希腊 白俄罗斯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作为观察员与会 表示欢迎 今年9月在中国举行 恒州G20峰会 明确要继续构建 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这是各方的共识 16加1与中东欧的合作 就是开放性的 五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各领域的合作 是开放包容 扎实推进 去年苏州会晤以来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 合作框架下的丰硕成果 像凶赛铁路 斯坦那里火电站 并网发电 斯密泰 雷沃钢厂 并购成功等等 在人文 地方 青年等 二十多个领域 合作 持续推进 苏州刚要确定的 五十多项措施 已基本落实 当前世界经济扶苏 依然乏力 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 此起彼伏 恐怖主义 难民问题等 非传统安全威胁 日益凸显 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 增加 给各国的发展 都带来了 新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进一步 扩大 共同利益 因为我们的相互需求 也在增加 携手 推动十六加一 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上的合作 有利于 世界经济 扶苏 维护 贸易自由化 和全球化 进程 也有利于 世界的和平 造福各国人民 十六加一的合作 坚持 坚持全球化 区域经济 一体化 这过去几十年 世界之所以能够得到 快速发展的 方向 这符合各国的长远 和根本力 当前 全球化 出现波折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愈圆愈烈 给世界经济 萌生了 阴影 我们积极推动 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相互扩大 市场开放 深化 区域经济合作 共同反对贸易 和投资保护主义 继为自身 发展提供动力 也是为世界经济复苏 贡献力量 十六加一 离不开 和平 稳定 可持续的国际环境 恐怖主义 是人类公敌 中国和欧洲 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当前难民和移民问题 出处 不禁给相关国家 带来冲击 也影响地区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 应该加强协调 共同应对 妥善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 中国 已经明确表示 对此 给予 力所能及的支持 欧洲是世界重要的一级 中欧之间 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 双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经济互补性很强 双方都奉行多边主义 都主张维护文明多样性 都是国际体系的 积极参与者 和建设者 16加1合作 是中欧合作的组成部分 有意补充 有利于欧洲的平衡发展 有利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 我们的合作 也是按照 中国和欧盟 合作 形成的成熟的经验 达成的规则 中国和16加1内 欧盟国家的合作 都是遵守 欧盟的 法律 我们相互尊重 对方 有利于 中国和欧盟关系的 发展 也有利于 中国和 中东欧关系 顺利的 前行 中国希望看到一个 团结 繁荣的 欧盟 这符合 中国自身的 发展力 我们愿意看到一个 多极化的世界 愿意看到 强大的欧远 这也是中国 自身发展 需要的外部环境 各位同事 经过四年多的发展 16加1机制 更加完善 本次领导人会议 针对一些现实问题 来进行探讨 我愿意提出 以下四点建议 于是 深化基础设施 和互联互通合作 中方鼓励国内 信誉好 实力强的企业 以工程承包 PPP 等模式 来参与 中东欧国家 高速公路网 港口网 电网 互联网等建设 愿推动 凶塞铁路 和中欧 陆海快线的建设 打通 纵观 中东欧地区的交通 大动漫 也支持 亚欧之间 运输通道建设 增加 中欧 班列的数量 在中东欧国家 设立更多的 物流中心 进一步提升 中东欧国家 在亚欧大陆桥的 溯流作用 这也是 是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 和中东欧各国发展 规划 相衔接的支撑 第二 更好地发挥 金融合作的 依托作用 中国有性价 比高的优势装备 和产能 中国和中东欧 都处在 工业化的进程当中 有的国家 还要推进 再工业化 经济互补性决定了 合作前景的广阔 十六加一 不缺 优质的项目 但融资 仍然是一大难题 刚才 我在经贸论坛上 宣布 十六加一 金融控股公司 正式成立 中方已通 波兰 捷克 签署了 出资不忘录 欢迎中东欧各国 积极参与 中方愿意 用 更多的人民币 和相应的 欧元 在国际市场融资 推动这个公司 有 很强的 融资能力 同时呢 中国的思路基金 等金融机构 也会通过 股权 债券的多种方式 为十六加一项目 提供 金融支持 中方 也愿意在欧洲 复兴银行 框架下 开展 三方合作 融资的渠道 可以是 多样化的 但要坚持 企业为主 市场化运作 政府推动 也是遵循 商业原则 不是 单方面受力 是互利 相信有了 金融合作的 金手指 有 很多大项目 能够很快的 发展起来 第三 开拓 绿色经济 合作的新空间 中东国家 自然条件优越 农产品品质 物美价廉 契合中国居民 消费 加快生计的需求 中国愿 从中东国家 更多进口 优质 农产品 同时 扩大 农业投资和贸易 积极探讨 共同建立 加工 加工基地 这也是 装备合作的一个 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样有利于 中东国家 农产品 提高附加值 适应中国市场需求 扩大出口 中国还愿意在 心态环保 清洁能源等领域 和各方合作 第四 进一步密切人文领域的交流 我们充分发挥 教育 文化 旅游 卫生 地方 青年等合作的机制 把人文交流 做生 做实 今年是16加1 人文交流主题年 中国从中东国家 先后举办了文学论坛 文化产业论坛 中东国家画家 来华写生等丰富活动 人文交流和经济交流 相辅相成 现代的世界 人们的需求 多样化 往往需要文化创意 我在 警报论坛上 谈到了这次会议的 汇标 这个钻石型的 16加1的标志 这本身就是一种 艺术的设计 它 就带有 既体现人文精神 又能够 满足人们 对多样化产品 的需求 因为现在人们对产品的需求 是个性化 多样化 所以 人文交流 有助于 经贸交流 也有助于 催生 各国人民的 蕴藏的 创造 正是有这种 创造力 经济才能得以发展 社会得以进步 中方也支持尽早成立 16加1文化协调中心 举办未来之桥 青年研究班 在未来十年 邀请一千名 中东欧国家青年来华培训 中欧与护免外交人员签证 希望中东欧国家 出台更多面向 中国游客的签证便利化措施 和特殊安排 吸引更多的中国公民 来中东欧国家旅游 中国现在 每年出国的人次 已经达到 一亿一千万人次 我们希望通过和中东欧的合作 使更多的 中国游客 把中东欧国家 作为旅游的首选地 中方也支持 2017年举办 16加1媒体年 增强合作的透明度 促进民心相通 只有民间往来 热热闹闹 我们国家之间的合作 才会红红红红 总之 各种区域的大门 正在向我们敞开 我们应该不识时机 抓住记忆 来深化 中国中东欧 也是中国和欧洲的合作 造福地区和各国人 谢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